交点1,点与圆的关系判定 以致圆c的标准式为x-h平方加上y-k的平方等于r平方 给定一点p,利用p点到圆心的距离 可以判断点p与圆的关系 我们将p点坐标带入圆方程式后 左式可代表是圆心坐标与p点的距离 右式为半径 所以当左式大于右式的时候代表p点是在圆外 当左式等于右式的时候代表p点在圆上 当左式小于右式的时候代表p点在圆内 第二点,如果我们将语言方程式改成是一般式的时候 我们一样可以将p点带入判别关系 所以同学可以将上下对应的位置做比较 当带入为大于0的时候p点在圆外 带入等于0的时候p点在圆上 带入小于0的时候p点在圆内 缩例 缩例A 判别下列各点与圆的关系 下面三个小题我们可以分别将点带入方程式后 判别右式跟左式的大小关系 第一小题 点带入方程式后 因为左式会小于右式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点在圆内 第二小题 点带入圆方程式后等号成立 所以代表这个时候点在圆周上 第三小题 点带入方程式后 左式大于右式 所以代表点会在圆外 缩例B 坐标平面上圆点与圆C上的点 最短距离与最长距离分别为多少 首先我们可以知道说 这个圆C 它的圆心坐标在52 半径为3 所以我们可以做图得到 在坐标平面上圆的位置大概在这边 接着我们将圆点跟圆心坐标相连后延长 这条直线跟圆周会分别相交pq两个点 所以从图形上我们可以知道 圆点到p点的距离即为最短距离 圆点到q点的距离即为最大距离 所以最短距离我们可以将它写成是 圆点到圆心的距离 然后扣掉半径 所以经过计算可以得到答案等于10 最长距离可以写成是 圆点到圆心的距离 再加上半径 经计算后可以得到最长距离等于16 范例8 圆心在圆点的两个同心圆 面积分别为75π和27π 设p点在第一向线 p点到大圆小圆与x头的距离均相等 求p点坐标 首先题目给定两个圆的面积 等同于是变相告诉我们两个圆的半径 接着p点到大圆与小圆的距离相等 我们可以在图形上 取圆心到大圆的一条半径 这条半径跟大圆轴小圆轴 会个别相交一个点 我们取这个线段的终点 这个点到两个圆轴的距离会相等 也就是p点可能的位置 又因为p点到大圆小圆 还有x轴的距离都要相等 所以图形上这个p点 是满足条件的可能位置 接着我们先从圆的面积来反推半径 可以得到大圆的半径是5跟号3 小圆的半径是3跟号3 因为p点到大圆小圆跟x轴的距离相等 所以我们可以计算这个距离 会等于大圆半径 减掉小圆半径除以2 等于跟号3 因为p点到x轴的距离等于跟号3 而且p点在第一向线 所以我们可以假设p点的坐标为x跟号3 从图形中我们可以推得 p点的所在位置 会在以圆点为圆心 半径为4跟号3的圆上 所以我们将p点坐标带入这个圆的方程式 经济算可得 x值会等于3跟号5 所以p点坐标等于3跟号5跟号3 半径9 设圆c的半径为2 过圆外一点p做两条切线 切线断长为跟号6 则圆c上有几个点 到p点的距离会恰为整数 我们先假设p点到圆c上的点距离为d 那d为整数 那从图形中我们可以知道 p点到圆心的距离会等于跟号10 而有图我们可推得d的大小会介于op-r 与op加r之间 接着我们将对应的数字带入 可以知道d会介于跟号10-2 与跟号10加2之间 那其中跟号10-2的近视值约略是一点多 而跟号10加2的近视值约略是五点多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整数的d值可为2345 在图形上 如果我们以op直线为对称轴 在上半圆中 如果我们找到一个点到p点的距离恰为整数 那我们会在下半圆也找到一个对称点 到p点的距离也为一样的整数 所以从这样子的性质 我们可以知道 满足条件的p点 在圆上可以找到总共有8个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